近日,陕西西安在线西汉晚期重要墓葬,该墓葬为击沙墓,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高等贵族所钟爱的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。 本次发掘的击沙墓规模大,建筑精美,结构复杂,具有重要的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。 5月14日,记者对该击沙墓进行了实地探访,该击沙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一小区用地范围内,地处奉西原北路,墓葬所在区域为西安南郊汉代高等级墓葬集中分布区,附近有大型汉墓十余座。 2018年4月,小区内施工发现了这两座大型汉墓,为避免受到破坏。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,自2018年6月7日,开始对这两座击沙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。 至2018年11月16日,现场田野发掘工作基本完成。 本次共发掘甲字形墓葬两座,座西朝东并列分布,方向95度。 从这个一号木的这个这个永道和这个二号木的四个耳势里,我们清理出来大概有200多件文物,文物呢以这个幼桃器为主,非常漂亮的这个绿幼桃器,另外还有呢有一些这个模型兵器,车马器,还有一些这个铜钱和这个随身携带的这个随障品。 据介绍,一号木曾遭盗绝,砖果内仅存长铁钉和大小铜钱等,砖果封门东侧果香底部出土有墨书砖一件,砖册书友宜春喉等字。 为该木木主人身份的判定提供了重要参考,二号木位于一号木南侧,由斜坡木道长方形木室和木道两侧四个耳势组成。 这个一号木和二号木之间的关系呢,我们通过这个两个牧室之间的这个通道,我们判断,基本上他们两个是应该是夫妻合葬木,专业术语上叫这个铜坟易穴合葬,它这两个木葬的这个一号木呢是宜春喉的木葬,那二号木应该是宜春喉夫人的木葬。 本次发掘的两座木葬规模大,等级高,制造精良,代表了西汉晚期较高的建筑工艺与水平,同时也反映了木主人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,为研究西汉晚期高等级木葬,藏制藏俗提供了更多依据。